在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一群人在路上拉拉车车 还把人强压上车 接着白色轿车迅速开离现场 但没有多久警方接候报案 有一名女子被人掳走 立刻派人前往了解 说巡线终于找到人 离谱的情况发生在14号早上8点多 一名32岁的赖姓女子 疑似于前男友有金钱纠纷 对方不满女子拿了30万元 但女子透露仅拿了9万块 说两方对于金额的数字有落差 男子又多次联系不上前女友 才会伙同朋友下手掳人 三个人持棍棒攻击 还把人压上车之后 一路开到新北市中和 又再更换其他车辆企图设下断点 最后警方是在永和救出女子 并以杀人未遂 妨害自由以及恐吓等罪嫌 将嫌犯移送成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